别迷惑了 你到底谁要打球 这可以 排球掩护 我们这边也打一战术 对 迷惑你 拉回来了 16 20 这球是过了网了 是个幸运球 16比12 果然这两队的比赛每一场都打得非常的纠结 除了男单我觉得到 对 对 男单也觉得有点其实出乎大家的这个意乐 对 本来你说男单可能要更纠结一点 然后就不然能够判出一个一个胜利的走向一样 对 完全看不出 对 这个男单这三轴走的简直是一点抵抗都没有 就输掉了 但是这场你双打的还是 双方的拼劲都很足 嗯 这场女生说句心里话 印尼达打的确实不错 攻防都很好 啊 跪在地下还打 我还真爬起来了 哎呀 这玻璃 这打法有点像古剑杰了 躺在地上打 来看一下 这动作也像古剑杰 然后这 然后这种躺打 最后爬起来了 女子选手男子滑 就包括 对 昨天我们的前方自己专项记者 这个洪刚老师也是说 王小李像是女版的傅海峰一样 嗯 王小李的沙球很重 中国女队流沙球最重的 对 这段批掉一出手 我就知道没了 有的时候把进攻的权力交给日本队的时候 日本队反而不会打了 防守惯了 对 挨打挨惯了 14.17 这种球反而他知道怎么打 就按着他自己习惯的路子来 对 你看现在主动牵到他们那儿 真顽强 这球一回来以后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因为教练也是比较着急了 15比17现在比分现在缩小到2分了 可以看得出来两个运行选手也是体力消耗比较大 18比15 这种发愁的失误也是挺 挺伤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的 因为你刚才那一把多拍打了那么多个回合 才挣了一分 就手那么一哆嗦就又没了 嗯 这个球打出现了 出现了 19比15 对 所以看这个样子的话 对 对 印尼队胜利在旺 对 所以这个球又不好说了 嗯 因为印尼队拿下女双的话 那么就把比赛拖到最后的决胜局了 第五盘了 好漂亮的印尼今天打神了 所以我还是没有房子 多了要求换球 没 我 我 我 这个杀球没有什么攻击力 对 可以说不知道进攻为何物 有的时候他打两码以后很快的就把进攻主动拳又交给对方 要不我还是还给您 对 你看这个球还打呲了 没戏了 这球也打不死 残了 哇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欧战啊 终于是印尼啊 2比0 战胜了日本女双 对 那也是跟之前啊 我们嘉宾老师的预测也是不一样啊 可能日本女双战有优势 女双选手也很激动啊 都流眼泪了 不容易啊 对 打得不错 比他们的男单选手要强多了 就是 就是 这个场上就没有这个印尼女双的这个斗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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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这 这个防守这么顽强的日本女队 最后还是 呃 就是战胜了他们 我觉得 因为这 这场球 就印尼这个 就印尼这个组合就打得非常不错 这场球就印尼这个组合就打得非常不错 好